习近平北戴河隐身两州严峻内情堪比被伤,充满中共权斗谜团的北戴河会议已落幕,而习近平在此期间隐身两州巧合的是2012年习即将接班的关键时刻,也曾隐身两州事后转出那次隐身与江派暗杀有关有分析,认为这次北戴河隐身意味着习面临的严峻形势,堪比那次被伤袭在政治、经济与外交等三大流。 都陷入严重挑战广告,自从进入8月以来,中共悉名政治局常委中除了李克强8日在北戴河罕见露面,会见联合国大会主席埃斯皮诺萨,以及12日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互至贺典之外,包括习近平在内的其他六常委,在党媒人民日报领导人活动报道栏目中截止,15日,已两州没有相关活动报道, 目前种种迹象表明一年一度的中共退休高层和现任高层参加的北戴河会议已结束。 参加此次北戴河会议的62名中共专家,于8日已乘坐专略返回北京。 一名常年参加休假的中共专家,9日对人民日报,透露今年的休假氛围与以往不同,有些严肃紧张,毕竟面临的形势紧迫。 文章从侧面印证了中美贸易战,成为此次北戴河期间的讨论话题,同时显示了中共决策层面临巨大压力自由亚洲电台,13日也称受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事件影响。 今年北戴河不太平美联社称作为共产党喉舌的人民日报与央视新闻联播,通常每天前几条重要新闻的主角都是习近平,但最近几周习近平在党媒报道中频频缺席引起外界注意台媒14日刊发评论说,习政权近期深陷多项争议,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就是美中贸易战,以危及价值数千亿美元的中国出口 批评人士,趁北京缺乏与华盛顿谈判的整合策略,反而表现出死杠到底的姿态而非避免拖累中国经济 其次,在中国国内吵得沸沸扬扬的假疫苗事件,再度引发民众质疑,医疗体系的诚信,以及政府是否有能力监管庞大经济体系中的各类企业在者北京一带一路计划 在国际遇到的阻力及问题,越来越多有些民众质疑,现在中国国内还有无数民众生活在贫穷中为何要把大笔资金投向海外 自中美贸易战开打以来中共经济正遭遇重重危机股市狂跌至三年前跌点,人民币也一跌再跌,投资和家庭消费减弱,公司违约不断增加 外资撤退国内资金也在悄悄外逃避险,地方及企业违约逼近空前高点而金融形势更险峻 近期频传P2P网络融资平台报报数以万计血本无归的金融难民聚集北京维权 另外假疫苗事件让民间对中共当局的信任降到兵点加之席卷教育界、宗教界、文艺界等各界的M2运动以及江西推行的暴力病 放改革事件均令中国社会迷怒四起更严重的还有此起彼伏的大规模老兵维权、民师维权、失读父母维权等等 据社会问题接踵而至,更可怕是中共内部的青亚 自贸易战开打以来,很多被掩盖的问题暴露出来,就连中共内部团结一致的假象也被戳破 中共高层对贸易政策进行的强烈反弹中共政治局常委、主管意识形态的王沪宁成为针对的目标 中共央行和财政部也因贸易战势力而在网上互对、阶短等同时各级官员乱作一团 忙于谢泽有关习近平失事被中共元老发难的传闻也曾一度满天飞 分析,认为如今已经隐身两周的习近平所面临的严峻形势 堪比其十八大接班,前传出被伤隐身两周还严重中共十八召开前夕 作为胡锦涛的接班人习近平突然隐身十四天 当时各种传闻在网络传播,消息人士指习近平隐身是因为被部受伤 但那个伤不是游泳摔倒,而是被人用重物椅子砸伤的杂习的嫌疑人病死事件不了了之不过 港媒争鸣杂志去年10月,号披露习近平在接班前隐身十多天事件 仪式周永康、郭伯雄、徐才后等中共党内野心家阻止习接班 密谋策划对其暗杀 2012年2月重庆事件爆发 薄熙来、周永康等人联手图谋发动政变 最终废掉习近平的计划破产席 上台后政变集团的主要成员薄熙来、周永康、徐才 郭伯雄等陆续落马 直到目前中共官场清除薄州余毒以及军队清除徐郭余毒的行动仍在进行中 中文字幕提供